相反之战新武将金奖 求你们了 保护好自己的钱包啊 作为全网 颜知灼灼 预测马中为成卡的第一人 这个让我很尴尬 让我百口莫辩了 我真意的不认识官方的任何一个人啊 小马估摸着以后马中啊 十有八九会出一张成卡 你们听着 马中十有八九出一张成卡 相反之战的武将出来了 果不其然 有SP关羽 SP盘德 和我预测的马中啊 一切以线上为准啊 下面是我的分析 首先说一下SP关羽啊 也就是老关羽了啊 水眼七军50%的顺发主动战法 关键一点啊 强度就上来了 战法相当复杂 首先对敌军二人造成水攻效果 自身为主将士伤害率108% 不算很高啊 第二次示范的时候 给敌军上一个兵阵伤害提高的debuff 第三次示范 有40%的几率结算水攻的伤害啊 这个效果啊 非常关键 有两种可能性啊 第一种可能性 每次108% 那么第三次就是324%的伤害 伤害爆表啊 因此才有40%的限制 第二种可能性 水攻伤害不是持续两回合吗 那么立即结算就是216% 啊 我估摸着第二种可能性比较高啊 而第四次示范的时候呢 就简单粗暴多了 造成208%的伤害 而且无论是第几次示范 都会对敌军造成水攻的伤害和效果的 第几次是额外增加的效果 简单来说啊 我每一次示范水眼气军都会有108%的伤害 同时看你是第几次示范 附加第几次示范的效果 很明显了嘛 SP关羽必须得高发动几率啊 才强的啊 因此三四SP关羽 我觉得啊 可以试一下 加倍是SP盘德 死战不退 被动战法 免疫混乱 自身受伤后 注意了正式受到任何伤害都可以的 获得蓄微的效果 最多积累20成 普攻后有几率 消耗一个蓄微 对敌军造成一次逼人伤害 最多触发5次 也就是一回合 脸特别好的时候 一次普攻后能触发5次逼人伤害啊 积累蓄微这里是关键 因此盘德是否得带嘲讽的技能 或者作为五风阵的主将 看上去啊 盘德是打爆发的武将 实际上玩的是中后期了 但裸依也不现实嘛 前三回合 蓄微是蓄不上的啊 SP关羽和SP盘德的传承战法啊 中勇一列 被动战法 每回合有60%的几率 获得以下效果啊 一 主动战法提高6% 这里注意了 是任何的主动战法 明显是配合SP关羽的 二 武力统帅智力提升45点 这里没有显示各45点 我估计是一共45点啊 否则这个提升也太大了 三 28%的倒戈 也就是回血了 关键是每种效果是独立判断的 这里我可以下定论了 抽到SP盘德 马上传承 这个战法强无敌 下面就是我预测的马中了 35%的主动战法案件难防 准备一回合先发动一次逼人伤害 同时有60%几率 受速度影响捕获一名敌军 也就是俘虏了啊 捕获的效果很长 这已经不念了 大家自己看啊 简单来说就是特别强无敌的控制效果 让对手相当是少了一名武将 看上去很美啊 但无论如何 35%的准备战法是硬伤 而且真的需要这么强力的控制吗 重兵啊 我觉得就很好 马中的传承战法 丰满毕露啊 乞丐摆在太平 我军发动准备战法时啊 这个限制就很多了 必须得准备战法 会提高会心和奇谋 也就是菜刀和法师都可以用了 我觉得嘛 对目前的主队生态啊 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啊 但不是太实用了 最后看一下啊 事件战法 指挥战法 非攻至胜 从第三回合开始 我军武力最高的武将战士 必要伤害时 会治疗我军单体 看上去平平无奇 但目前堆奶量的环境 我估计会有奇效 相当稳定的治疗技能啊 我觉得可以换 总体来说啊 年底了嘛 策划的年终奖啊 就靠这个版本啊 SP关羽带传承很强 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钱包啊 那当然了 一切的效果以线上为准啊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啊 那么我们下期见 拜拜 感谢观看